馬上請出門的專家 就是我們普照中醫診所的院長 林子民醫師 來跟我們講一下 咳嗽這個問題 我覺得咳嗽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好像每次我們咳嗽的時候 咳很久 都很難斷根 對 所以我們其實在台灣 有一句話說 頭水塞走路 醫生怕地燒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醫生怕致咳嗽 土木工程師怕抓漏水 因為特別的難找到根源 或者特別的難斷根嗎 是 因為引起咳嗽的原因 其實相當的多 所以其實在我們以前 素問咳論裡面有談到 五臟六腑皆令人咳 不毒肺也 好的 因素超多的 對 真的 但是我知道說林醫師 就是咳嗽還有風 分類的是嗎 是 咳嗽 通常我們都習慣講咳嗽 對 那其實在古代的話 他們是分得很清楚 那一般是 有咳出聲音的 那個叫做咳 咳而已 不算瘦 對 這個叫做 沒有瘦 你太講 是 那如果是以彈為主的 那我們就叫做瘦 但是一般是有聲音 有彈都一起 所以就併稱咳嗽 了解了 咳嗽我們常也講 有熱咳 什麼冷咳 是這樣分對的嗎 沒有 我們怎麼去分辨呢 就是咳嗽到底有多少種類 是 如果單單 以它的性質來分的話 一般我們就是習慣分 寒咳 熱咳 還有一個叫燥咳 燥咳啊 這個我第一次聽咧 燥咳 熱咳比較常見 是 那每一種的特徵不一樣嗎 病症 比如說我們含咳 一般我們講含咳的時候 患者他通常會覺得怕冷 喉嚨會癢 癢比較厲害 晚上很難睡覺 是 晚上難睡覺 那個舌頭會不會就是說 可能你在咳的時候 就你說含咳 就可能會比較白一點這樣子 還是怎麼樣做狀況會的嗎 它的舌頭比較白 上面那個胎呢就是也是白色的 舌頭比較淡這樣子 所以就是如果陳麗婷 他有咳嗽的話 他就說好 伸你的舌頭出來 我看一下是不是白的 如果就是那個 它食胎那邊就是比較白的話 通常我們就可以診斷出 它可能就是含咳 對 還有再配合其他 比如說麥相啊 它跳得比較緊 那跳得比較慢 那它自己比較怕冷 這個一般的話呢 我們就是歸納為含咳 還有痰 痰的顏色 白色 白色 比較清晰的 感覺好像含咳比較容易好 常見的是熱咳 是嗎 沒有 對 我想問一下林醫師 如果你是有含咳的話 它會不會引發其他的一些疾病的 其實咳嗽它只是一個症狀 那如果你要衍生到疾病的話 很多的疾病都會引起咳嗽 比如說我們最常見的就是這一個 鼻子過敏 鼻敏感 它會引起這個鼻涕倒流 刺激到咽喉 對 它就引起咳嗽 或者有些人呢 它這個胃食道逆流 所以胃酸 對 胃酸往上刺激到喉嚨 它也會引起咳嗽 了解 所以那個熱咳的 那個熱咳比較可怕 因為我知道熱咳我是怎麼診斷的呢 我覺得那個彈青色的 綠色的就是 對 是 很過癮 黃色綠色 對 可是好像很久它才會解決那個 就是很久之後 你還是還會殘留在你的身體裡面 其實就是要辨證 如果我們含咳熱咳辨 辨證的正確的話 基本上對症下藥 咳嗽可以很快的就緩解 所以它的舌胎的部分呢 如果是熱咳 那當然就跟含咳相對 它的舌頭比較紅 上面那個舌胎黃色的 好像上火那樣 而且我們知道那個 還會喉嚨痛是這樣嗎 是 它的喉嚨會癢會痛 但是以痛為主 那它會流汗 發熱 然後就汗就出來了 那我覺得就很容易分辨 因為如果你冷的話就是寒咳 然後如果你熱的話就是那個熱咳 而且舌頭顏色也很容易變 對 以後我就這樣伸舌頭出來 但是我是想說 有沒有可能從寒咳 會變成熱咳的呢 沒錯 那如果寒咳千顏不治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轉化 在裡面預熱 那就變成熱咳 或者是其實寒咳 它也會有發熱的現象 但是它的發熱現象 是我們身體本身的陽氣 被外來的寒血綁住了 混住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發熱 但是它的熱象 不像熱咳這麼明顯 了解 就是以前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開始你看到你彈 可能白白的嘛 然後後來就變青色的黃色 對 所以還有剛才講到那個皂咳 皂咳 皂咳的話呢 就是困擾著很多的人 那它有幾個特徵 比如說我們的喉嚨會經常乾乾的 那嘴巴 對 想要清一下 它乾咳的時候沒有彈 或者是彈比較少 那嘴唇 鼻子都會覺得乾乾的 這樣子呢 這樣是有彈還是沒有彈呢 實際上還是會有一些彈 但是比較少 或者是彈卡不出來 對 彈卡不出來 因為它比較黏 黏稠 這樣子一直弄來弄去 都弄不出來這樣子 是這樣子嗎 很多人 對 甚至呢 如果我們在彈裡面 看到血絲的時候 是 那就要注意 好像林黛玉 是的 林黛玉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它就是肺癢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肺結核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我有一個朋友 他已經年紀很大了 大概70多歲了 但是他從咳 大概可能就是他咳嗽而已 就是每次這樣咳咳咳 然後可能他講兩句話 就開始咳 而且他咳的時間是很長的 就可能你聽到之後 你會嚇到 就覺得他是那種 我們有講說 咳到那個肺都要出來 就是從水發苦出來 所以這種咳 又算是什麼樣的一個咳呢 是跟肺系統的疾病有關係嗎 像佩佩談到的這一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考慮到患者年紀大 有可能就是說 他的腥氣比較不夠 腥氣不夠的時候 我們肺跟腥 它其實是一個小循環 那這個腥氣不足的時候 容易引起這個腥包膜積水 或是這個熱膜積水 那這個就會引起 這個腥圓性的一個咳嗽 所以那個陰和果 有時候會果變成陰 陰變成果 這樣倒過來是這樣嗎 對 所以我們經常講痰 痰它是一個病理產物 就是說我們這一個 呼吸系統已經出問題 所以產生了這一個痰的時候 但是這個痰它又是致病因素 因為痰一直刺激 所以引起我們一直咳嗽 那醫師醫師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疾病 但是晚上就是本來是躺下去的時候 就想咳 那又是什麼因素呢 這個就關係到我們剛剛 其實都有兩個經常見的 這個症狀 我們都有談到 第一個就是鼻過敏 鼻過敏的時候 一躺下去鼻涕倒流 就開始咳嗽 第二個就是胃食道逆流 躺下去的時候 這個胃內容物 也比較容易往上 針對鼻子過敏 我們就是強化自己的免疫力 減緩這個過敏的症狀 那如果是胃食道逆流 我建議就是說 我們睡前兩個小時 盡量不要吃甜食 吃甜的東西 比較容易誘發胃食道逆流 我也是有鼻敏感的問題 可是我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從來不吃甜食 所以可能那個問題沒有這麼嚴重 可是我覺得說 現在我們常常會這樣 常常會這樣 可能是天氣的關係還是什麼 我這樣擔心說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深陷 就常河的話 尤其我們做這一行 我們採用的聲音 會嗎 生帶 生帶 是 會 當然 因為所以我們經常要保持 我們咽喉部的滋潤 所以水要經常補充 如果我們覺得 這個喉嚨開始乾燥了 這個時候生病的機會 就大大提高 所以我們每一次喝水 不一定說要一整杯喝下去 就是喝一兩口一兩口 這樣子這樣 喉嚨經常保持滋潤 我也說不知道是不是做這一集節目 心理作用 對 那個會這樣 一直這樣子 因為那個痰又不能出來 這樣子 怎麼辦 一定要問醫師 因為不只是食物 我們剛才看到 穴位的按摩也可以幫助 通常如果我們咳嗽 要犯有咽喉痛的話 臨床上我們有一個穴道 還滿好用的 在哪裡 手借我一下 在我們的手上 這個我們叫做哨傷穴 哨傷穴 哨傷穴 就在我們的大拇指 這個指甲旁邊 這個指甲腳這個地方 再往外移大概0.1公分 這個地方這樣壓下去 會有一種 滿刺激 滿痛的感覺 你有痛嗎 你還是沒有感覺這樣子 我很能忍痛 對 OK 有痛了 對 那這個如果我們沒有工具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用指甲 指甲 這樣子掐 指甲 這樣不是會嚇到八頭掐你 那經常我們臨床 是直接就點刺出血 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點一下放一點血出來 就是用那個針嗎 還是就針久的方式嗎 還是什麼 不是 糖尿病病人自己在家裡用柴血針 針給它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減緩你的咳嗽嗎 對 因為這一個是肺精的頸穴 它有泄肺氣的作用 除了這個叫哨傷穴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是 如果我們咳嗽時間比較久了 久咳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肺精的另外一個穴道 肺精的另外一個穴道 叫孔墜穴 我們首先 先找到 先找到這一個 碗橫紋 外側這個地方有一個脈搏 搏洞的地方叫太淵 是 太淵 在這一個 宮二頭肌肌腱的外側 這個叫做齒折 我們就是這個連線的終點 再往上一吋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孔墜穴 壓下去會有一個酸酸麻麻 脹脹的一個感覺 有嗎 我被製住了 這一個是肺精的細血 我們肺的這個氣血 全部汇聚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樣子 去跟它做一個揉按 或者是針灸 它都會達到一個調整的功能 左右手都一樣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有長期 那個咳嗽的問題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子常常 自己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這樣子是嗎 對 不管是熱咳還是寒咳都可以 對 因為它 這個是雙向調節 對 這個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一咳嗽我們就完蛋了 大家什麼都做不了了 對 所以手 拇指和這個 對 這個叫什麼名呢 孔墜穴 孔墜穴 對 孔墜穴 我知道地點就可以了 對 OK 還有今天你知道嗎 我們的林醫師非常的貼心 除了叫我們按這個穴道之外 我們還要如果真的你咳嗽得很嚴重 因為通常馬來西亞人呢 就是咳嗽不習慣戴口罩的 對 但是現在我們要教導大家戴口罩 但是你戴這個口罩 又跟外面買的口罩 有點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口罩會很香 然後有精油在裡頭 可以舒緩那個咳嗽的問題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咳嗽 是因為空氣污染引起的 它這個比較過敏 敏感 一泥燒發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己準備一個口罩 OK 對 我們現在準備到來差不多了 因為要燒到來 對 自己準備口罩這樣戴著 那一方面就可以保持我們的呼吸道 鼻黏膜比較不會乾燥 就是比較濕潤 那如果我們可以加強 可以用這一個 精油 油加力的精油 或者是茶素的精油 一定要這兩種 這兩種對呼吸道 還有這一個抗菌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它有點辣辣的味道 很像我們茶那個蜂油 對 茶素油我有 然後整個油加力 我們就是在外面買一些精油 就是純精油跟這個 就是油加力的 或者是茶素精油 茶素或者是油加力 真的有點像蜂油的味道 然後滴兩 三滴就可以了 滴兩 三滴就可以了 OK 都可以戴嗎 睡覺的時候 晚上不建議戴 因為晚上這樣 會妨礙我們的肺的通緝 OK 這個是上班的時候戴 這是活力加油站 給你的福利帶回去 來 我戴一下 看看怎麼樣感覺會不會 你感覺怎樣 很清香 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嗎 那個我們如果只是戴口罩 它悶著 你反而有點不舒服 那現在這個味道是怎麼樣呢 陳麗婷小姐 它有一種那種 辣辣一點的蜂油味 但是又不像蜂油那麼的嗆 所以很好聞 是 對 茶素跟油加力的精油都不錯 這個也是嗎 這個 這一個的話就是說以前我們在 那個廣東省中醫院工作的時候 他們的耳鼻喉科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針對我們的病味 像我們咳嗽如果是咽喉鹽 鼻鬥鹽引起的話 我們有一個叫超音波物化吸露 就直接把一些銀翹傘 這樣子心儀清肺傘 這樣做成中藥的湯葉 然後把它物化變成小分子 讓我們直接進入這個 菸頭部或鼻咽部 所以它就聚集在這裡 那當然我們這個不是 那個這麼專業的 就是我們最近在市面上 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物化的 一個儀器也不錯 那我們也是加這個 油加力的精油 我們好像要自己加 要自己加的 是不是要自己加的 對 我們加開水 加茶素或油加力的精油 真的 這個是什麼時候用它 要怎麼用 就是說如果我們覺得 鼻咽部比較乾燥 那我們在小空間裡面 像車子或是小房間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一個 噴霧劑 對 超音波物化 了解 這樣子來緩解 林醫師 我聽你這麼說 就是我們這個咳嗽什麼 好像跟那個乾燥 有直接 最直接的關係對不對 當我們那些你太過乾燥的時候 可能就會引發這樣子的一些疾病 毛病對不對 其實是跟我們現在人的生活作息 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人大家都熬夜 對 生活比較緊張 喜歡吃煎炸辛辣的東西 了解 也很上火的那些 所以就會比較 把這個疾病的性質 往乾燥這個地方帶 那如果說喝的話呢 誰可以潤 潤喉 對 有什麼樣的飲料 什麼可以幫我們做潤喉 清肺 對 解決我們的咳嗽問題 有 對 那中醫的法寶很多 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叫做沙森玉竹影 沙森玉竹影 我聽過西洋聲 什麼人聲 沒聽過沙森 沙森它算是一個比較滋潤 滋陰潤肺 那生經止咳的一個中藥 對 那我們這個玉竹 它本身也是甜甜的 我們中醫叫乾 乾草的乾 乾味 然後這個沙森它也是乾味 這個乾草本身它就乾味 它還有一點化痰止咳的效果 再加上我們的西洋聲 它可以液氣生津 所以我們整個這樣子一個茶飲 它有達到一個液氣生津 提升免疫力 滋潤的一個效果 我們就放在一個保溫杯 保溫杯大概350到500cc的 這個容量的保溫杯 那我們就這個藥材 放在這個保溫杯裡面 剛煮沸的水倒下去 燜個20分鐘 那很簡單 對啊 那個林醫師我可以喝嗎 怎麼不會自己呢 這本來就請我們喝的嗎 如果咳嗽超過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甚至一個月 最好我們還是去醫院 找這個醫師指導之下 做一些檢查 對 照新照廢的樣子 沒錯 那個林醫師 首先我們要謝謝你 今天這個茶飲 真的很好喝 對 因為它的味道就是乾乾的 一號你就渴 你幹嘛渴 沒有 沒有 就是渴 就代表我可以多喝一點 真的 真的 我們今天要再一次 謝謝林醫師 謝謝林醫師 謝謝你下次常來 謝謝 好好 謝謝 謝謝 快轉 沒有